連接這一條非常有質感的鍍鉻釋條 包括下方這邊也是一樣有這一塊鍍鉻釋條 我非常喜歡鍍鉻釋條 承受這種外觀的質感的感受 下方這邊兩顆的倒車雷達 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大家好 我是紅軍 介紹這款車2017年的Mazda CX9 台灣市場上面你要找到這種LSUV 選擇性相當的少 那CX9這款車子 在新車售價的時候 大概將近180幾萬的售價 如今二手車價大概百萬內就可以入手 這樣的價格選擇其實我覺得CP值是很高的 尤其是你要用這樣的售價 買到CX9這樣子這麼大一台車子 正七人座的 它的安全配備 舒適性配備 給到非常有誠意 那我們這款車子 它是AWD最高規格的一個版本 四輪傳統的 首先從外觀開始看 這台車子白色的車色 我們在整個外觀視覺看起來 沒有太多顏色色差的問題 而且它全部都是原版鍵 已經有做過YES的認證了 主體結構你可以放心 目前里程數跑十萬公里 以這台車子大概六年的車齡左右 一年跑一萬五一萬六千公里左右 以這樣的里程數來說 我覺得非常的標準 是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 前車主它是一個日商的主管 正常工作在使用 假日會帶小朋友出遊 因為像這樣一款車子 就是非常適合家庭取向的一台車子 混凍世代的Mazda 外觀真的都做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前方這一塊 家族式的水箱護照 然後這邊是跟車雷達 包括前方這邊也都有相當多偵測跟車的雷達 這款車子已經有搭載ACC跟車系統 前方視覺感受真的是非常的霸氣 尤其是這一塊非常大面積的引擎蓋 我在中間的話甚至摸不到引擎蓋的最末端 它的這個前端車頭這個長度 真的是設計的相當的霸氣相當的大 車色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從輪胎開始說 輪胎目前胎紋非常非常足夠 跟新的一樣 那這個胎紋你要再開個一萬兩萬多公里 都非常足夠的 那SUV最常用的就是這樣子 塑件的飾板 形塑它的這種外觀比較越野性的感受 CX9我是沒有看過有人去烤成同色的這種設計 像最新款的CX5一樣 不知道這個烤起來的視覺效果怎麼樣 有喜歡的話我可以幫你烤好再交測給你 比較可惜的部分就是它的後視鏡 這一款17年的頭皮的CX9 它的後視鏡都是手動的 沒有電折 那後續的話你要再加裝電折的話 原廠也可以做加裝 以這一款車來說它是美規的設計 美國那種地非常的大 停車也不需要再收後視鏡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樣的美規車款的話 就看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你的住的地方 有沒有需要每天去做電折的收折 不然像我家 非常的大那種濃色有沒有 根本電折也沒有在使用的 手把的地方兩邊都有iKey 上下車門按一下iKey按鈕 車子就可以上鎖解鎖 而我覺得車子有一定的長度之後 它的整個車子的線條就可以把它 完全的展現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大車的人 不管是轎車或者是休旅車 以CX9跟CX5它在側邊的造型上面 我自己就覺得CX5有一點設計的 比較局促的感覺 那CX9從側邊這樣看起來 引擎蓋整個後方車體這樣子 很協調的車身設計的比例 這樣的外觀 這樣子非常大氣的感受 我想喜歡大車的人 一定不能錯過這一台CX9 後方車尾的設計 兩側的大燈中間連接這一條 非常有質感的鍍鉻飾條 包括下方這邊也是一樣 有這一塊鍍鉻飾條 我非常喜歡鍍鉻飾條 承受這種外觀質感的感受 下方這邊兩顆的倒車雷達 我們打開後方的後行李箱空間 第一個它是電動的開關 內部的空間表現來說 它的外觀長度5米的這樣一個車長 內部的空間完全不需要擔心 目前的狀態是五人座的一個設定 第三排往前倒 它的操作方面也非常的直覺 往上拉可以去做第三排的一個乘坐 內部的空間來說 這個高度因為SUV的設定 會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在拿取物品的時候 像我身高差不多170 在拿的時候也是差不多在腰部以下的位置 所以不會覺得特別高 好像要抬這種重物的感覺 下方是它備胎式的空間 這個備胎式的氣氛 真的就是一台一手車 該要的氣氛 裡面相當的乾淨 而且也有它的FALSE音響的一個機質 在備胎式裡面 旁邊有頂高機 以及這一顆很大的一個備胎 側邊部分有12V的點煙器 如果說你要出門去露營的話 冰箱也可以透過這個點煙器 來去供電 兩側有這個很貼心的掛鉤 可以去掛一些有的沒有 湯湯水水的東西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它最精彩的內部的空間跟配備 XX9的內裝設計質感 這樣的日系簡約的風格 個人非常的喜歡 我手能夠觸摸到的地方 開車時候最常碰的地方 旁邊的車門板 中間的扶手 以及膝蓋側邊 碰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皮質包覆 那種柔軟度的感覺 真的是跟一般這樣 塑件感的感受 差別非常的大 那整個T字造型 中間這一塊 做得非常的高 剛開始我上這台車的時候 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做得太龐大 太突兀了 可是 實際我這樣開這台車上路之後 我覺得不會覺得很突兀的感受 而且它的整個操控的介面來說 這邊是 Mazda一直以來沿用的 影音的操控系統 操作上面也都非常的直覺 很快就能夠上手 娛樂性部分 連接藍牙配音音樂 接聽手機的功能 以及我們打倒車的時候 會顯示後方的影像的螢幕畫面 那這台車子它是電子的手煞車 示範按鈕在這邊 空調性的部分 這台車子它是恆溫空調 而且是雙區可以個別去做 冷氣溫度的調整 再來接下來是這一塊 非常漂亮的方向盤 右手邊是它跟車系統 定速的開關 左手邊音量控制選台按鈕 前方三環非常漂亮的儀表板 它顯示的資訊也是相當的多 可以透過這上方 顯示我們車子的理神速 油耗 以及更測系統的開關操作 它的質感 橙色真的是非常的棒 上方 有一塊很大片的天窗 這款車子它是做 這個整個黑色內裝頂棚的設計 我覺得黑色真的是非常的耐張 而且整體的內裝 橙色的質感來說 也是提升的非常的多 兩張座椅都是電動調整的座椅 特別的是主駕駛這邊 有兩個記憶按鈕 可以去做座椅的記憶 尤其是這樣的車款 如果你是夫妻的話 兩座記憶的座椅相當的方便 左下角這邊是電動尾門的個別開關 以及前方雷達 循跡、防滑、盲點 各項的安全配備 開關都集中在左下方這邊 它的電動窗 四個電動窗都是AUTO的一個功能 上下按一次 會全部的升降 第二排座椅乘坐起來的感受 我第一時間坐起來 覺得它的座椅好像有點偏硬 我覺得偏硬的座椅 好處是在我們長途行駛的時候 你的腰部支撐、腿部支撐 對於長途行駛來說會比較適合 整個後座坐起來的感受 有點像家庭劇院階梯式的感覺 第二排往前看整個視野非常的好 重點是後座有冷氣單獨控制的面板 可以去控制溫度 也可以設定AUTO 很溫的設定在這邊 側邊安全氣囊這一台CX9 也都已經有搭載了 ISOFIX也都有了 像這樣一台安全配備 非常足夠的一款CX9 這樣的售價真的CP值非常的高 第三排的位置 正七人座的設定 它的第二排位置 往後傾倒到最後的一個角度之後 目前西部空間就是剛剛好的一個空間 那如果說第二排位置 稍微往前一點點去做設定的話 它的空間性來說會稍微好一點 以這款車子第三排 我覺得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第三排沒有冷氣出風口 像這樣子的大熱天 坐到第三排的時候 會相對感受比較熱一點的這樣感受 當然如果整個車子溫度降低之後 其實坐在第三排沒有太大的影響 兩側都有杯架的扶手位置 可以去套手 那後面就兩張位置 坐第三排的一個空間的設計 CX9對於台灣的市場來說 我覺得還是有它的需求性 以這款車來說AWD的一個版本 四輪傳動你在休閒之餘 你會往山上跑往海邊去做休閒活動的話 一定都會深刻感受到 轎車的底盤MPV的底盤 在山路上面它的進路離去角 差別性非常的大 那這款車子在山路上面 動力也非常足夠 2.5渦輪增壓的引擎 跑山也不會怕車子的動力不足 而且你有更好的一個越野性的功能 S3M也有提供一年2萬公里的一個保護 讓我們在買車的時候可以更放心更安心 以目前售價來說 百萬內就可以入手這樣一台非常漂亮的CX9 而且年份也不會到太久 17年的車齡 以日本車來說 它的引擎它的變速箱 也都沒有聽到太多太嚴重通病性的問題 也算是非常豪洋的一台車 對他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來夾餘西車來看看這一台車 謝謝 今天晚上五十台車 晚上五十台車 你也不會比你還會變速箱 前來在兩年 我差不多五十台車 你真的沒有胸部 你只是等於小孩子 那你又是幾乎 幾乎 他你不會天亮 我 实在就是SUM